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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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位啊 我 杜铭胜 李月华 你欠我的医药费 打算什么时候给呀 杜先生 你那时候不是说 我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 我怕越说越解释不清 你以为我是为你好啊 别自作多情了 现在反悔了 你少啰嗦 那时候是那时候 总之 你要是敢不负账 我们走着瞧 喂 喂 我是知恩图报的 上次你救了我 这些钱足够 我不要你的钱 把钱拿回去 你不要钱 你不是说追我医药费吗 你怎么又 如果我不这么说 你肯出来见我吗 我不过是想看看你最近 过得怎么样而已嘛 上次你被那些流氓 吓得不轻 我担心你心里有阴影 我左思右想 彻夜难免 放心不下 所以才冒昧靠你 你不会见怪吧 想不到你还挺体贴的啊 事情都过那么久了 那你还睡不着觉啊 一个真正的男人 外表什么样子 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世界 我还有很多你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现在身上 没有半毛钱 所以这桌你买单 是什么 是 什么钱 我说的是 缘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很有缘 适合交个朋友 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所以下面发生的这些事情 你不仅看不出来 更是想象不到 先生您好 一共是二百六十六 买 买单 我说买单了吗 我说买单了吗 搞 搞错了 慢慢享用 对不起 让你收紧了 把刚才那段记忆删掉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这位小姐 这束花 是这位先生 专门为你在本酒店 私人定制的 这位先生真的是 非常地体贴 周到 谢谢 这位小姐 我看这花还 非常适合你 好 慢慢享用 你喜欢的 送给我的 是 怎么能还没什么 这么漂亮的感觉 你闲着没事干 送花给我干吗 还要送玫瑰花 你不会是想追我吧 我可告诉你 追我有点难 实态 玫瑰小姐 你会不会危机感太巧 我送你花 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难道交朋友 就一定是男女朋友吗 想多了 说得也是啊 普通朋友 我给你交定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选男朋友 挺挑的 应该的 就你这个打扮 你这个谈吐 如果想追我 我是说如果 有点难 我怕到最后 你会受到伤害 不过没关系 我们是交普通朋友吗 我对普通朋友 从来都不挑的 说 说得太对了 交朋友 讲究的就是圆字 再说了 你这样的女孩 也不是我的菜 你想 像你这样的女孩 跟贤良淑德四个字 没有丁点关系 我怎么能看上你呢 放心吧 我只是跟你当普通朋友 差不多我走了 你刚才不是问我什么钱吗 我是想说 我身上没有半毛钱 所以这桌你买的 还有 这花 是酒店为你私人定制的 所以也带你买的 杜明医生 你 这位小姐 干吗 咖啡还有玫瑰花 两千八百八十八 请问现金还是算卡 算 现金 算卡 现金 算 可真是刷的一声 正好 早啊 这么早 对了 我昨天看你手上 被蚊子咬了个包 买了个风油巾给你 谢谢啊 好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就 进去坐就 好啊 随便坐 好 要我帮你擦这个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杜心语 我昨天晚上说的话没有再骗你 都是真的 对了 我不是一个第二浪的顽固子弟 我是真心地喜欢你 虽然很辛苦 但是却很动人很感动我 我想 我既然喜欢你 就要无条件支持你和你的梦想 我要和你一起努力 让你觉得我是个非常可靠的男人 谢谢 当然了 可能你会觉得我一事无成 不过我可以为了你做成家庭主夫啊 照顾你和阿姨 可能我的手艺不好 阿姨嫌弃我 我可以为你打下手 摘菜 切肉 只要能陪在你身边就行 我 欣宇 是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 不是的 正好 我不是笨蛋 也不是傻瓜 我不是不懂你对我的心意 之前我怕你是一时性情 所以不敢答应你 可是现在 我的梦想 我的追求 都快要抓不住了 我实在是 我知道 你担心的事情 我全部都知道 可是欣宇 我可不可以请你先别这么快地回答我 我愿意等你 等你到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 如果还是不喜欢我 再拒绝我好不好 可是到那时候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了 我也不会再三心二意 一轻别练 相信我好不好 是哪一段浅长 尝你到心上 来打开我的想象 带我去荡漾 我问多少前方 有多少飞断和流畅 今夜只娶你梦想 要不要你擦呢 欣宇 你就等着看我和郑豪 究竟谁能够帮我 我没那么娇气 那怎么行 我跟你说现在蚊子飞来飞去 很容易把病菌传染到你的 我帮你擦 不用 你刚才说什么 蚊子钉包啊 不是 再 再往前 再上一局 上一局 飞来飞去把病菌传染给你了 我知道了 你找什么呀 地图 我帮你吧 我要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的农药 通过空气污染了我们的茶园 朱青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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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樑科学 果园 朱青苑 果园 对 果园 有问题吧 你想啊 炸的农药味这么浓 又在我们的上风向 所以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茶园啊 你再看看前面 它们也吞太多了吧 对啊 这农药味也太重了 我的员工说 有人在我的果园里偷偷摸摸的 你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 大爷 你们这果园的农药 会不会用得太多了点 关你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们是酌青园的员工 我们的茶园园的农药一直超标 问题得不到改善 因为你们的果园在上风向 我们怀疑是果园的农药进行挥发之后 对我们的茶园进行了二度污染 所以想跟您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你们的农药 换成您低伎量的 哎呀 早废话了 我的果园都是定期有检验的 从来没什么问题 你们茶园有问题 关我什么事 你们俩赶紧走啊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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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不知道 你赶紧那数据分析 这样 难怪之前给茶树洗澡 没什么明显效果 我们都是喷一次农药 洗一次茶树 但是空气中 一直都有农药污染啊 所以这个方法就没用了 我觉得啊 关键问题还是在果园 不过你看那个老板 一副爱搭不理人的样子 就算推荐 使用我们给他的 低剂量农药 但是价格要不之前贵很多 你说他能接受吗 那我们就慢慢地 说服那些人 总之 一定要减少茶圆的污染 大爷 我知道让您换一种农药 这一时间可能很难接受 但是你想啊 这个 这个农药 现在真的是毒性太强了 这不光是对于你们的 员工也好 果园也好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啊 你换的农药虽然稍微贵一点 但是相对于之前的 伎量也小很多 你这样成本核算下来 也不会差太多呀 而且现在老百姓都关注 绿色污染的产品 你再考虑考虑吧 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 大爷你再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都说了 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 在你们来之前 我已经决定要换农药了 大爷你怎么突然就同意了呢 这你们得感谢一个人 就是他 学长 你们是来谈 让果园换农药的事啊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基云你放心吧 都已经处理好了 你是用什么条件跟他做的 以后天福茶庄 每年每季度都会订购 一批他们的水果 以作为他们用低剂量 高价位农药的补偿 这些水果也会用于 周青园员工福利 行 您现在可以彻底放心了吧 这下 周青园的农药问题 那就可以解决了 谢谢学长 喂 爸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儿 你妈想你了 怕你累着 打电话催你回来歇歇 好 我尽快回来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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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晓风答应回来了吗 我早就跟你说了 这母子之间呢 就没隔夜的仇 成风是个好孩子 不会跟你计较的 嗯 哎哟 哎哟 人家的儿子自撞疼 自己的儿子你就不问不问 我很好奇啊 世上哪个当爸的会像你这样啊 妈 这正好说走就走 连个电话都没有 那我怎么办 你刚才不是在打电话吗 你能把电话打给陈峰 你就不能多打一个给真浩 你这么偏心 难怪我都浩浩不想回来 不认你这个爸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三部总 现在让我们来试试 这是最够的成果 请问茶 经过专业软件的分析 这笔茶叶的各项指标 已经符合了标准 只要能将洗茶的方法 持续下去 农药残留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口感确实不错 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要是能够配上合理的定价 和销售策略的话 我相信销售业绩 会大幅度震抖 虽然现在各项指标 都已经达到了标准 但其实在我看来 比起之前我在茶室喝的 成年样品茶 口感上似乎还是差了一点 现在距离考验期限 还有五天的时间 我想再加把劲 应该会有新的突破 对不起 销售啊 之前是我们态度不好 这次啊 真的是多亏了你 今后啊 你就放手去做 卓秦远所有的人 一定会支持你 谢谢园长 销售 我有话对你说 出来请 学长 什么事 新月 董事长催我回去 我现在就要走 我回去之后 立刻把你资料呈上去 你放心吧 你很快就能回去了 谢谢你 不过 王评伟那件事情 虽然我自认清白 但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 我怕回去之后 到时候又跟他吵起来 那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伤口 你别担心 你专心在你的茶宴上就行了 我走了 那你路上小心 走 站住 你在这儿干吗 吓我一跳 大白天的偷偷摸摸的 跟陈墨说什么呢 大白天呢 我们哪儿有偷偷摸摸的 你刚才是不是偷听来着 我可贴心啊 一直站在这儿来 我跟你说我手上拿着这个家伙 他如果对你有什么图摸不轨 立刻就制裁他 你以为你是美国队长啊 还制裁他 开玩笑 吃太多醋了 牙头 你是不是感冒了 对 感冒了 伦家身体不舒服 你说这里日盐温差大 你也不说来关心关心 可烫 我明白了 舒服 之前啊我以为背后的环节 没有问题 没想到这才是让茶叶口感 更上一层楼的关键呢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这儿的日夜温差大吗 这儿的气候啊和天赋茶庄 其他地方的气候都不一样 那既然如此 背茶的时间和温度 就要做相应的调整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还多亏是有了你 要不然 我还真没办法发现问题 有可能出现在背后上 我说什么来着 必须有我陪在你身边 否则你自己能行吗 走了 走了 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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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现在的茶相对于以前来说 感觉怎么样 为什么这杯茶 比之前的好喝那么多 这真是出自卓清源的茶吗 当然是啦 卓清源的茶叶啊 通过洗茶术 改善空气中的二次污染 已经不是原来的毒茶叶了 现在呢 我又改变了 烘焙过程中的时间和温度 才真正带出了卓清源茶叶 给原本应有的特殊风味 来 好喝 香 真的很清香 好喝 有意思啊 大师 卓清源的茶怎么样 卓清源说 茶味稀青蹄虎 茶香稀波兰草 这杯茶香气余润原长 茶味圆滑干润 好茶 好茶呀 这么说来 心语她过关了 程副佐啊 杜心语这丫头 比我想象的还有天赋啊 你可真是帮了卓清源的大忙啊 茶叶这辆改善以后啊 经销商啊是追上门来了 我想啊这个月的经销肯定好 夫妻的损失很快就会补回来了 幸运正好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啊 副院长你快别那么说了 要不是有你们的帮忙 我和郑浩也做不好这件事 拿来拿来拿来 辛苦了 对不起 谢谢 干嘛这么开心啊 是程鸿学长给我发来的等信 他说我的茶 已经通过阿飞大师的认可了 还让我赶紧回去 向平委能做归报呢 不想回去 你都这么好了 哪个大事肯不跟你过呢 要回去我送你回去 你真的要走啊 怎么这么着急 张老师 我还真舍不得你们呢 我可以跟你们和赵留做纪念吗 当然可以啊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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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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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站着站着我来给你们拍 这把心挤坏了 来了啊 一会儿我说天赋你们说茶 开心点啊 我说天赋你们说茶 茶 茶 有点好 厉害 你要就行 我一会儿 你先去看 她就知道她什么 你学有什么 你学到她的 你学到她里 你学到她的 我学到她的 她的学到她的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这儿的 那你有空啊 传回来看看静姐 对了 这是我们家主传的繁文药膏 我爸爸和我爷爷啊 都是老中医呢 这药啊你先带着用 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寄去 谢谢静姐 静姐 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方子 是可以治疗桂花过敏的 桂花过敏啊 好像有一个偏方 就是呢把防过敏的药呢 做成香包随身带着 这样就可以防止过敏的现象 那是什么偏方啊 具体的呢 我抄了方子我再给你寄去 好 对了是你桂花过敏吗 不是 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朋友 是 是 是 傻乐什么呢你 你自己行李收拾完没有啊 收拾完了 你猜我在看什么 什么呀 看刚才你跟那个人照在笑 你看 你跟女明星似的 什么女明星啊 其实 还是挺感谢你会过来接我的 不然的话 没准 我很早就已经放弃了 既然这样 你是不是奖励奖励我了 又想要奖励啊 这次想要多少奖励呢 二十个鲁蛋够不够 又是 我告诉你 这次你不能再用鲁蛋打破我了 你别急 好你躺着好你别躺 看我怎么调势 你怎么不躲呢 痰疼你没有啊 对不起啊 我以为你会躲开的 你别太傻了 怎么不说话啊 你干吗看着我 有时候话说太多了 就会显得油嘴滑舌 就让我这么看着你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看着我心爱的女人 就觉得很幸福 以前我只喝可乐 从来不喝茶 觉得茶的味道 太过清凉 现在我才知道 茶的回甘是那么地甜美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是你改变了我 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那杯茶吗 再喝一次 不要聚情 好 哦 我又不想拥换 这也许是2年分的几率 是谁左右我们的相遇 就在 一朵擦肩而过之后 感觉像熊熊看小脸乎 心跳不动 你真的愿意做我的朋友了 你真的愿意做我的朋友了 你小声一点啊 我干吗要小声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要让世界都知道 你是我的女朋友 不行 不行 虽然我答应做你女朋友了 但之前毕竟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不想别人说闲话 好了 你说什么不能答应你 这样呢 我现在要讨好我未来的账目 你告诉我你妈妈爱吃什么 我都拿笔记下来 你别闹了 你以为妈妈是那些小女生啊 我愿意你甜蜜蜜 随便一说就忽悠过去 我跟你讲 这你就不懂了 丈母娘也是女人 我哄女人自有一套 你还敢说好你的唐真浩 可见你已经有多少风流涨 过去 那以后呢 感觉像熊熊的小灰火星 以后就只有你一个 永远不会再三星而已 凭什么让人变得 终于失眠 大雨情捧之后是晴天 那是你 躲在彩虹转起的另一边 默默地默默地回首 告诉我你一直没走远 牵着你 翻过了那座山 抬起头 还让人变得更勇敢 自己从自己命运之天的深陷 我看你 刚才各位品尝到的 就是我针对酌青元的 茶叶质量问题 进行改善处理后的新茶 不知道各位评委的感觉如何 我还要跟他合格 各位评委 杜新宇他合格吗 我觉得杜新宇解决了那些 专业人员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不让他合格 我们安排这次考核 会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同意 恢复杜新宇学员的身份 我可不这么认为 可是按照当初的约定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啊 你只能证明你有能力 解决了酌青元的问题 但是 这是技术问题 可是 你的人品和道德不合格 如果让你继续留下来 那对其他的学员来说 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教评委 新宇已经通过你的考验了 你不要再挑事了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我听说啊 这次去酌青元的时候 某位高管也跟着去了 不知道杜新宇 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这个呢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了 赵评委 在这一点上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 随时可以去酌青元 向副院长求证 到时候就一清二楚了 大家都别争了 我当初啊 就是这么给他骗了 那说不定其他人 黄廷文 在你指控西宇 勾引你之前 不妨听听这位朋友说的话 在座觉得你不迟 老婆 你 你怎么来了 那孩子身边离不开人的 玉琳 你知道儿子心脏不好 不能离开医院 幸好有唐先生 他私底下找到我 出钱班长儿子动了手术 玉琳啊 儿子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你不用再为了钱 昧着良心 帮别人做事了 王评伟 我们知道 你做事都是言行一致的 希望你能够说得到做得到 王评伟 你也是孩子的父亲 要以身作则 阿飞大师 副总 杜新宇的事情 都是假的 都是我编的 这段时间 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误会和麻烦 我在这儿 郑重地给大家 道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受了赵评伟的指使 才这样做的 王评伟 你少血口喷人的你 我说的都是实话 因为我孩子的病了 我陆陆续续跟赵评伟 借了不少的钱 他对我说 如果利用这件事情 把阿飞大师挤下去 不但我的那笔钱 可以一笔勾销 而且 查证还会大大的重用我 我这一时 鬼迷心窍啊 就答应了他 这么说来杜新宇是无辜的 王评伟 你现在能够说出实情 我很感激 但是你以私害功 我必须回报给董事长 再知道怎么样处理你 至于赵评伟 你明天不用买了 程总 你听我解释啊 我也是受人陷害的呀 谢云啊 经历了这么多 这次机会真的不容易 珍惜 加油 好 加油 这次多亏了你啊 这次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那么聪明 找到王评伟七的这条突破空 我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说什么傻话的 一切不是由我吗 可是那个孩子动手术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在英国读机械的时候 拿到一些奖金 津贴什么的 然后我的发明还卖了点钱 这回你信了吧 我知道你能干 厉害 但是那是很大一笔钱吧 是 很大一笔钱 疼啊 我知道 我不会亏待你的 你放心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一定会分期打赏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力滚力 别怪你还不起 不过还好我这人聪明 达到了抵押品 什么抵押品啊 你呀 你就是我的抵押品 这次 我不会送给我的手 啊 二哥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你了 有没有带礼物啊 就着带礼物 怎么不说关心一下你二哥呢 我看你这满面春风 都不缺关心 不许转移话题 礼物呢 什么礼物 二哥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好了没有就没有 说不过你 奶奶知道你回来了 在楼下可高兴了 我知道 我先收拾一下过去啊 这个不是那麦鲁丹的姐姐吗 是 把手机给我 看你们这么亲密 难道 你们在一起的 我说你怎么面带桃花的 本来是交了女朋友啊 我这就是告诉奶奶 她知道了一个乐 佳佳 不许告诉我 吃这还我 因为有情爱的你 爱上浮沉得过你 爱是灵魂里的香气 想到你我的心 就会安宁 用力量 继续前行 见到你的那一天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庞 在每一个清晨醒来 在每一个清晨醒来 你是我的第一缕光线 从春天走到秋天 一天一天 加深的思念 从现实走到梦境 解不开对你的海边 走过每一条街 走过每一条街 每一座城市 悄悄期待着你的身影 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心跳 你能否感应 你 只想每天每天 每天和你在一起 一起编织那 最美的光影 我停下追逐的 就不因为有情爱的你 因为有情爱的你 因为有情爱的你 爱上浮沉的光影 爱是灵魂里的香气 想到你我的心就会安定 让力量继续前行